随着NFT盛行市府文化局结合旅游景点 推出益游桃园文化行旅数位平台 首波活动就结合了大西文化游城 鼓励游客在行旅的同时 可以感受到大西的文化魅力 同时融入了数位科技收集的乐趣 今天是我们益游桃园数位平台的启动记者会 这个益游桃园主要就是 另外一种新的数位基点的方式 把它想成就是一个新世代的打卡 当你到了一个景点 我们会提供一个条码 那你拿出扫机扫了这条码以后 它会记录你什么时间来过某个景点 当你去了桃园三个景点以后 它会给你一个NFT代币 这NFT在网路上是唯一的 具有非常长久保存的价值 而且它价值随着你这个个人的发展 或是家族这个关系的发展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价值一直的往上提升 民众在指定地点以手机扫描QR Code 可以获得数位章 集完三个数位章就可以兑换NFT 是否说明NFT是独一无二 且具有保存的价值 结合数位科技让民众拥有全新的旅游举业 数位基点我们会先从大西景点开始 但是不限于大西景点 将来我们桃园开辟的新的旅游景点或是文化的这些活动 我们都会跟这个数位平台来结合 让每一个到这些文化活动或是观光景点去的这些朋友 都有机会扫描条码 然后得到它的这个NFT做一个长久的保存 这个我说是另外一种打卡的形式 在网路上面有长长久久保存的这种能力 而且呢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开始很快的我们桃园乡亲 尤其年轻朋友来体验看看 趁着去大西欣赏大西很多新的我们开辟的这些文化 跟观光景点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NFT跟这种数位基点的方式 也能够体验一下 变成新世代的打卡 使用者只要在指定的地点以手机扫描QR Code 用FB或者是Google账号快速登陆平台会员 即可以开始收集数位基章以及NFT 也可以到亦由桃园文化行旅数位平台的网页查询到详细的资讯 记得另外一位风雨又称桃园长不到